同化的世界上海迪士尼乐园 到了上海迪士尼乐园 必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和身边的人拍照打卡 不知道二位的拍摄水平怎么样呢 那么桌前有一些 物件可以辅助你们拍照 请两位互相为彼此选择吧 好 互相选一选 那我给你选这个吧 一人一个 太可爱了 线上朋友们快点解脱 我们现在马上三二一准 拍照 好 三 三 二 一 可以击个掌 朋友们快解脱 刚才 看看迪士尼朋友们马上就来了 刚才我们看到 小朋友们请和我们一起欢迎其幻童华山堡的皇家主持 刚才就注意到有一对生影在这边 订阅女士 对生影在这边 跟镜头打个招呼吧 我第一次去 我今天要来我今天要去 啊 大家 啊 啊 他叫谁呢 哈哈哈哈 没事没事 疫情情价 我们要保持有效距离哦 好的好的 好的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小伙伴们 再见 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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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 就这样 还有工作 还有工作 谢谢 谢谢 谢谢迪士尼朋友们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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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我们 继续我们的直播 好 好 好 咱们两位 好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下一个环节啊 是考验我们荣耀夫妇对一些细节的记忆 我们会根据两个角色相关问题 二位以抢答的方式来回答 回答多的那个人可以 惩罚输的那一位 二位都准备好了吗 嗯 惩罚输的那个人 嗯 好 那现在请通题 呃 抢答哦 抢答哦 积极一点 第一次求婚 于途向乔基金说了什么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去外交联照 哇 真的非常 非常有默契 好 那于途 是抢答的 是抢答 对对对 于老师优秀 好 第二个问题 于途的手机密码 好想 零三四 哦 乔基金真棒 好 第三个问题 我赛后 积极对于途说了句什么 好帅 有点 帅 啊 积极抢到了 第四个问题 乔基金的QQ尾号是 我同时答对 这不错 平局 哦不对 我三个 他两个 对对对 我才四个题 对 现在只有四个题 现在只有四个题 平局平局 好 最后一道题 要决出胜负 说出一个网友为荣耀创造的热恨词汇 连接机体 哦 金真棒 女子女孩 不错不错不错 那两个人 那我们互相 我们惩罚 其实就是输的人要给赢的人撒娇 要不我们互相 互相都撒一次 你输了 女生 女生 金真先给余老师撒一个 然后余老师再给金真撒一个 舌头小步 我们舌头小步 你是怎么舌头小步 等一下 你现在告诉我 手在里面是怎么放的 我就感觉我的手 两个人是憋在一起 对对对 我感谢 就我这两个 现在有两个东西 其实挺难受的 舌头 好 三七老师 石头剪刀布 石头剪刀布 就是剪刀 石头剪刀布 石头 平局 最后吧 石头剪刀布 这是什么 井 这是井 你的石头就要井你了 我赢了 谢谢 谢谢 下面我们来玩一个游戏 下面我们来玩一个游戏 等一下 我们还没有撒娇 刚才那个惩罚 没有惩罚 来吧 来吧 津津先跟余老师撒个娇 行 我跟余老师 谢谢 余老师 余老师来吧 余老师来 没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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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吧 余老师 好 接下来下一个环节 我们 我们是 我们可以先把手套摘下来 对可以先把手套摘下来 解放一点 咱们声音可以稍微大一点点 对对对对 观众们听不见 能听到吗 能了能了好嘞 好的 甜蜜的时光是咱们搞事情才是真谛 面前呢咱们分别装了两个玻璃瓶的水 然后就是红色的杯子是代表金金 然后蓝色的杯子是代表余老师 然后我一会儿会问一些问题 就是你们要根据问题去选择 然后是余老师还是金金 然后测你们俩的默契程度 看咱们永远复复对彼此了解是否一致 嗯 好 第一个问题 谁的游戏玩得好 哇 好有默契哦 为什么 为什么是余老师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都可以 对 你要把他全干了 你这家命运把他全干了 金金说一下为什么选余老师 因为他确实就是 大神 你说在剧里吗 嗯嗯 在剧里的话他就是 大神 他教我 对 好的 第二个问题 你觉得他也玩得很好 因为在片场的时候他也会 好的 那日常中 他就会把我反杀了 他讲戏的时候 好 那第二个问题 日常中谁最有梗 谁更有梗 端婷 端婷大师 我约是小金金 那 为什么呢 那金金为什么两个人同时 两个杯子同时专起 谁也得罪 大家都有梗 棒棒的 好 第三个问题 谁比较主导地位一些 主导 嗯 这是可能谁更主动一些 那我觉得应该是 余老师 太有默契了 对 他的感情中可能中间可能会错失这个爱情 最后他自己主动去挽回这段爱情 嗯 那金金觉得呢 也是余老师 对 就是因为金金的很多心情也都是被余老师给亲动 嗯 好 好 第四个问题 谁更好 太有默契了 哈哈哈哈 干一个 那两位分辨讲一下为什么是金金呢 可以说一下 简单说一下 就不用说 大家都看得见 哈哈 哎呦 我 对 啊什么 对 对对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 请听我解释 就是 就顺手就拿到右边 嗯 好的 好 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吵架了 你们认为谁应该先道歉 六年 嗯 太默契了 你们基本每一道题都选的是一样 对 好 余老师先说一下 为什么觉得是 其中 本来也就是于兔先道歉 嗯 那是于兔错错了 对 没有信 所以就是 想知道余老师是怎么道歉的 余老师怎么道歉的 你要干什么 什么事情 对 为什么 余老师是怎么道歉的 怎么道歉的 嗯 跟大师透一透 要信息道歉 那 基金觉得呢 就是如果 余老师道歉 你要怎么样才能原谅 就是他用什么那样的方式 你会原谅他 啊 这 这 原谅 哈哈哈 太好的 好 那 最后一个 我们先 发现你们俩太有默契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考验一下 大家 我们大家都一起跳一个陷入 陷入星河舞 嗯 所以我们要再考验一下两位 还记不记得我们的 陷入星河舞 我们先把音乐放起来啊 大家 准备好了吗 金金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们再来 我们再来 再来 再来一遍好不好 因为刚才好像 有点没有跟上 好不好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哦 第一个 对对对 你再回忆一下 金金跟余老师 再回忆一下动作 教一下余老师 好 其实 哇 真的太甜蜜了 好的 那到这里呢 我们直播也要接近尾声了 最后呢 请荣耀夫妇分别 用一句话形容一下 你是我的荣耀 在剧中 就是看剧的感受吧 分享一下 看剧的感受 对 就是让大家感觉 对 就是觉得这个夏天 你的视线里 绝对不能少 那你是我的原样 不然你会后悔 因为配上夏天的西瓜 看着你是我的荣耀 你会觉得更加甜蜜 轻点 对 余老师 特别高兴 能够和大家 共度这一个下午 然后呢 我觉得就是 下个星期的剧情 会更加精彩 习惯 那我们现在就到这里了 腾讯视频的直播 就是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别忘了周一的 周三晚上八点 我们一起彼此视频 准时蹲守 你说的荣耀哦 我们是瘦顺利的 大王宝贝别走 别走 可以再给大家 不然我们再播 我们再播一会好不好 对 接着接着忽悠 我来说明明显的 大王宝贝别走 我来说明显的 我们再播一会儿